就像这个样子 放一边备用 黄豆先沥干水分 接着下锅炸 炸子完全飘挤就差不多了吧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过火 过火就会苦就不好吃了 现在的黄豆呢就非常的金黄了 现在就可以拿出来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放凉了之后它才会酥脆的 黄豆已经凉了变得很酥脆了 汤已经熬了5个小时了 现在的汤水是特别的浓郁 接下来我们分出来两锅 用一半拿来做卤水 这一边等一下我们拿来做卤水 汤底这一边调入150克盐 50克鸡精 胡椒粉是10克 30克的冰糖提鲜 这个就是汤底了 这个是吃粉的汤底 桂林米粉又叫做卤油粉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调制卤水 这个是我调制卤水所需要的全部材料 香料准备有 螺汤底 螺汤裹一个 沙姜7克 香菜籽9克 茴香12克 红米50克 这个红米是拿来上颜色的 生姜100克 准备的调味料有 盐100克 鸡精40克 胡椒粉10克 冰糖20克 生抽500克就是一斤 蚝油250克 老抽150克 冰糖 先把它拍开 炒果也要拍一下 沙仁轻轻拍一下 螺汉果也要拍一下 把它拍破几个 螺汉果呢也可以说也是用来上色的 而且它也能够增加味道 它里面有甜味 有糖 锅里面烧一点油 下入姜块 先把姜块炒出姜味 再加入所有的香料一起翻炒 全部炒香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把它装到沙袋里面去 好了 再卤六包就做好了 把它放到烫锅里面 现在开始调味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冰糖 生抽 蚝油 老抽是拿来调色的 上面放上一个蜜肉 然后倒入红米 把它塞一下 或者是提前用温水泡发 然后它的颜色也会出来 你直接放到锅里面去会很脏 这个米容易酸 所以就不建议直接放进去 好了 这里面的渣就不要了 这个卤水现在我们就调好了 下入牛肉 牛肉放进去大概卤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我这个是黄牛肉 卤的时间不一过长 水烧开了以后 盖上锅盖 转最小的火 卤一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开始煮粉 这里是一斤的粉 500克的米粉 这个是做桂林米粉专用的 我们先把这锅水烧开 你们猜一下 一斤干的桂林米粉 能够做几碗湿的桂林米粉呢 我们先把水烧开 现在水已经开了 我们下入干米粉 等它软下去了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盖上盖子 泡20分钟 好了 粉已经泡了20分钟 它是没有熟的 但是已经很软了 它没熟的 现在就可以捞过来 现在就可以捞过来 放到冷水里面去过凉 这里面现在没有了 现在它是没有熟的 弹性很好 嗯 没熟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做成一卷一卷的 一卷就是一份 我们看一下一斤能够做几卷 就这样 然后用手给它卷起来 然后用手给它卷起来 这里就是一份了 这里就是一份了 一会儿呢 它还会继续吸收水 它里面的水分 等一下它会自动吸收完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 给它烫上一份 下锅里面去烫一下就可以了 它弹性还是会很好的 这边的牛肉呢 也滷好了 筷子可以 擦肉就可以了 不要滷得太烂了 卤太辣了也不好吃 接下来这个牛肉呢 我们还是要下油锅炸一下 那才算完成 现在准备锅里面烧油 油温大概五到六成热左右 就下一个牛肉 把它外表炸是金黄金黄的 就可以出锅了 就像这个样子 感觉焦黄焦黄的感觉 特别的香 好了 现在就好了 出锅了 好牛肉也炉好了 把它一分为二 如果开粉垫的话 不要切那么大块 稍微薄一点 越薄也好 切成薄片 切好了 装入碗里面用 好了 现在呢 就可以烫粉了 要一卷 刚才卷好的粉 然后 放到 放到这个篓里面 这个烫粉的篓 然后这边 水烧开 下去烫 下锅 烫个三十秒钟左右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呢 就可以出锅了 火一碗就可以出锅了 再加点香菜 葱花 来上一勺辣椒油 上面再加上一勺卤汁 再来上一碗汤 汤里面再漂上葱花 经过一天的努力 终于把这盘粉给它做出来了 工序非常的繁琐 而且呢 调味料香料也是非常的多 这道小吃 桂林小吃还是比较难吃到的 大家如果要做生意的话 就是可以按照这个版本去做 像我们这边 叫这个脆皮 主要是卖桂林米粉 脆皮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这个卤牛肉 这两样东西都是客人最喜欢吃的 就是这两样东西 其实还有很多的 但是咱们就不能一一的给它做出来的 主要呢就是卤水和汤底做好了 什么都好吃 想怎么吃它都好吃 到后面了之后你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搅拌 就可以吃干捞了 吃桂林米粉呢是吃干捞粉的 现在是特别香 一搅拌的时候就特别香 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也是特别香 那个米粉Q弹Q弹的 那个桂林米粉Q弹Q弹的 一定要做出这个效果 你的生意才会越慢越火爆 看 一定要有这个效果 如果你的粉做的没有弹性 那你这个粉就没做好 一定要做到这个效果 好了 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